好 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 來大聲喊出她的名字 她就是 余淑欣 歡迎余淑欣 好 直接選擇了我們喊機密專區 非常非常的適合她 很粉搭 跟今天的穿搭也很搭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欣欣子應該是林妙妙剛剛殺琴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星座跟我們見面 感覺舒欣一直在馬不停停的各種拍戲 2023年以電視劇雲之雨中 冷面間諜雲為山 電影《非城勿扰3》中 AI智能人朱迪 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深受觀眾喜歡 她憑藉精準的演技 讓觀眾對人物產生了幸福感 對表演事業常懷赤子之心的她 正繼續向不設限的全能型演員 昂首挺進 歡迎我們的余舒欣 請留下自己的名字 來 有請欣欣來到我們的中心點位簽名 哈囉 好久不見 真的好久不見 一直在劇組忙 你知道嗎 她應該是一個月前生日 還在微博上直播了 就是再忙也要抽出時間來跟大家見面 來欣欣再 中心點位我們再拍幾張照片 今天這套禮服也是非常飄逸的感覺 是 是 來 導演說想跟欣欣子聊聊天 是不是 那我們就跟欣欣聊一聊 就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 真的好久不見了 來 來 跟大家打個招呼 在舞台上賺錢 是 來 先給我們微博的網友打個招呼 正前方 哈囉 微博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欣欣 歡迎余淑欣 好忙的最近都 對 剛又殺青一部新戲對不對 嗯 介紹介紹唄 還是啥都不能講 可以講 剛殺青永夜星河 在裡面飾演活潑機靈的林妙妙 是的 2024有沒有什麼新的心願 或者祝福要分享給大家 希望今年也能播出一到兩部吧 一到兩部大家喜歡的作品 就是拍的劇都順利播出 而且得到大家喜歡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心願了 看我們家欣欣多實在 給自己下KPI的 是不是 一到兩部聽到沒 大家要關注起來 一到兩部 一定會完成的 你倆是多久沒見了 我經常在朋友圈看到她 她真的是太忙了 活動上會見到 活動上會見到 活動上我們 好久 好久沒見 畢竟很久沒錄 綜藝了怎麼回事 屏次高一點 是不是很久沒錄綜藝節目 因為 今年希望 可以綜藝上玩一玩 因為綜藝對你們拍戲來說 反而是一種小放鬆 而且我看很多綜藝都很開心 是不是 謝謝 就是我們看你劇的同時 你還能看看我們綜藝 希望我今年也有一兩部綜藝和大家見 一兩部太少了 對我來說 如果新西子帶來更多的綜藝和戲劇的話 喜歡她的朋友也會更開心 是的 應該是叫小石榴們 對吧 對 是的 謝謝小石榴們的支持 謝謝小石榴們 好 新西子歡迎來到微博之夜 我們盛典再見了 再來一張是嗎 再來一張 滴哥 馬上躲開 好 有請 謝謝余淑欣 我們看看有沒有 來到了微博之夜 再次歡迎 謝謝 謝謝